小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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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行吗 你可不要小瞧小萱 精他调教的钥匙 那是个儿领个儿的钱啊 大老爷 我教他 我不教 谢谢 我还不乐意学呢 你们俩狗 给我闭嘴 趁住要紧 这也是万不得已的万全之计啊 小萱 这个地方好 就在这儿练吧 小萱啊 你好好的给虎子讲讲 您就休息了 每个人体内都有阴阴二气 二气结合形成真气储存于丹田之中 随着时间的流逝 真气大部分都会消失 只有小部分 储存于丹田之中会结合成晶圆 晶圆 而修真指 能够在真气消散之前 通过修炼 积攒晶圆培根补本 燃烧体内晶圆 可以在短时间内释放出大量真气 产生超乎常人的力量 这就是俗称的法力 更有胜者 可以将晶圆之力 附着于武器之上 使武器的力量大增 好 尋常人的晶圆是白色的 修炼法术指 到一定阶段 体内晶圆就会逐渐变成蓝色 而修炼者 随着晶圆之力的增强 体内法术的力量 也会成倍的增长 但是 并不是所有人 都可以成功修炼晶圆之力 这要看天赋 我肯定是天赋异禀 接着 用这个试试 我就用这个呀